這個 研發加成 你看 IDRA到的地方都有地毯在撲 快 IDRA這一波 包圍 差距離包圍 Pungo Gross 神經激身 吃掉了剩下的部隊 因為這時候他的槍兵已經沒有這麼多了 我們剛剛看他掠奪14 這時候Droobie有點危險 因為IDRA的這個雷獸 為什麼吃掉這個就會獲勝 放火性攻擊 哇 修得好快 就比架坦克的速度也很快 下次叫好了 操作速度非常快 哇 剛剛看到一撇 愛抓的手速達到了348 Holy cow 每秒6下的臉級力 好 很快的Droobie 鞏固了這個右下角的支援 Droobie說他 其實他不怎麼需要攻擊 Azra回降說這個 你這樣有滿足了嗎 雙方嘴炮來嘴炮去的喔 我想很多人跟Azra打都會面臨這種局面 Azra都會打嘴炮 如果他從打人 而且是機械人的話 他非常的 Peace Peace off Ozroobie他有說一句公道話 他說這個其實也不是 他覺得這不是挺平衡的喔 他覺得有點 D在這方面的確是 較為強勢 行星耀賽的 效率不錯 有了電話 抱歉我剛剛有電話 這時候Azra 補兵了 卡了有點 被殺了幾次 226 他能不能清掉這個行星耀賽呢 這時候主比的主力部隊卡在左邊 很快的行星耀賽被Azra吃掉了 現在來到了右下角 Azra hold住了 他應該在等 這個 神經祭生 喔這不是神經祭生喔 這個是 我剛才說Fungo Girls是 真菌祭生 真菌真神我講錯了 這時候主比呢 Azra決定不打右下角了 好 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想的 這時候Azra生了 幾隻的這個 腐化飛蟲 Corruptor 幾隻呢 我們看一下Unit Tab 哇他是要造這個 Guardian 寄生王蟲 他會有幾隻寄生王蟲呢 應該是有5隻 那現在配兵已經 改為4個兵種 狗 雷 獸 還有這感染蟲 還有這個 寄生王蟲 寄生王蟲是空對地 射出去會有 生出蟲族的小baby 愛角選擇這個 攻擊右下角 好 這一波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場 一波會戰 愛角要等這個 寄生王蟲來 特別喔 這個 Azra只有邊 地面部隊 還有這個 感染蟲 他 寄生王蟲是用手控 他沒有特別邊砲 這時候射出了這個 小蟲子 很可愛的小蟲子 Damage也有7喔 相當是一隻狗啦 這個情況之下 坎克不大能駕 這時候愛角下來了 進行總攻擊 直到到左邊 切切來包圍 Pungal Growth 增菌增生 哇這個 寄生王蟲收到了不錯的效果啊 我全滅了 剩下這個 生命力500的雷獸 這時候 我想主比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 可以再拿回來啦 雖然他還有很多的資源 是有點 速度不顧外 因為他沒有辦法對付這個 寄生王蟲 我們看他有沒有生維菌 有 這時候如果 維菌的數量有出來的話 這些就不足回去 這個愛角在等 等他的 上面的兵過來包夾 好 增菌增生 選掉了非常的快 這時候有點來不及啊 行星要塞 瘋狂的休 好 維菌來支援了 現在 主比只剩下維菌 HCP還有這個行星要塞在抵擋 爆了 Isa真的很嗆 非常的嗆 他說他現在希望主比 佔領一下 然後回想 反省 他是一個多麼差的玩家 他說完成這樣還能輸 然後 Juvi說 種族是不變化的 Well How will you play it? 他愛角甚至說 大家不會玩的人類是因為 他有自尊 呵呵呵 我會跟他愛角有多麼多麼的生氣 Juvi用了最後的圍巾 進行的攻擊 Juvi說 他玩的是T 而且他是從 之前他是一個最糟的種族開始 他就一直是T Juvi用 呵呵呵呵 他爪還是很嗆 然後現在這個 主比已經拿不回來了 他沒有支援 喊出了GG 謝謝大家的收看 介紹的不是很好喔 掰掰